接下来是我们中式的独家大首播了 飞伦海最先的专辑太热当中 中式我们有独家的MV曝光了 飞伦海挑战尺度 连跳了18个小时都不喊累 而且还在半楼的上升 让化妆师在身上涂抹了冰凉果冻 制造汗水淋漓的效果 超man的 我们中式的独家新闻 飞伦海这次的新专辑 使用的是最夯的时尚电子舞曲的元素 特别老师也教他们毛巾战斗舞 为了要练这只手的舞曲 大家可是卯足了全阵 为了拍摄飞伦海成员破冰而出 和汗流浃背的画面 飞伦海成员挑战出道以来 最大的性感程度 就是一一的把上升透视装都脱掉了 半裸上场 让化妆师在身上涂抹冰凉的果冻 还有喷水枪来制造汗水淋漓的效果 再看左边的天空来转头 好 轻轻站起来 一 二 三 今天我们的穿着都是很清凉清爽 然后都是黑色系的 就是蛮有那种 我觉得蛮有成熟男人风 然后若隐若现的名字 想要让大家就是回馈一下大家 应该说根子有隔水蛮大 就是带点sexy的元素 飞伦海挑战尺度连跳了18个小时不喊累 而且他们不为受伤 也牺牲了自个人的睡眠 拍完了MV就直接上戏 在几点了 12点了 在12点了 然后我们明天 五年要到公司吃话 我们这边应该会拍到三点 然后这边回到台北要四点 连拍18小时之后 MV工作总算是到一阶段 那吴敦呢还有凯文和亚伦 要紧接着去拍别的戏 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 让在场的工作人员 十分的心疼他们 而且对他们的敬业精神 暂许不已